无心也算是快乐家族的元老主持人了 只可惜这么多年 在快稳的舞台上 一直缺少了他发光发热的机会 反倒是到了别的地方 比如时尚圈和真人秀圈 反而是大方异彩了 自导参加完谈恋爱的真人秀之后 娇好的形象和好性格都十分招人喜欢 现在在时尚圈也已经颇具关注度 更加努力的他也有转战演艺圈的架势 之前他出演的深夜食堂 在里面的表现实在令人大失所望 尤其是那些浮夸的小表情 简直要把这部暖心剧变 搞笑剧辣 也许是演戏经验不足的缘故吧 演技为人诟病也情有可原 不过最近他的一组新剧照 倒是让大家怀疑 他是不是要以一雪前吃了 这部被称之为中国版的星你的剧 欣欣也有出演哦 而且剧照一出 更是惊艳不少网友 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呢 单是看看剧照 就已经对他的表现有所期待了呢 不知经过了这么久的打磨 演技是不是更加娴熟了呢 虽说她是女二的角色 可戏份超多 也后格称得上是另一位女主了 当初来自星星的你大火之时 大家都被这一新奇的题材所深深的吸引 而且金秀贤和全志贤这两位 又是偶像和实力艰巨的好演员 尤其是全志贤饰演的女主 简直把中二和呆萌演艺的淋漓尽致 虽说也有很多翻拍 但是至今无疑人能超越 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得知心心要出演这部剧之后 有不少网友说道 千万别忘想超越全志贤 还有网友学的迪力热发 更加适合演千颂一角 毕竟她曾塑造的高人一角 也有中国版千颂一之城 所以大家在心目中难免会对她抱有期待 不知道她会不会带来惊喜 其实一小兵来看 完全没有必要拿来对比 毕竟每个人对角色的理解和表现都是不同的 一定会演出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那个feel 看在心心这么美的份上 我们就且等新剧开播 看看她在正片中的表现 是不是如同剧者一样的优秀吧